小姐 爹 你不要再打了 爹 小姐 你醒醒啊 小姐 宽哥 你为什么要走呢 金人已经来了 为什么 你不见身见我一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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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哥 宽哥 小姐 别急 咱们让陆师爷替他把把卖看看 宽哥 小姐 玉凤怎么样啊 你说话呀 燕青怎么样了 小姐她需要休息 有什么话 咱们到外面说吧 太师爷 不看玉凤姑娘占无大碍 您就不必过度担心了 小翠啊 好好照顾小姐 是呢 爷 太师爷 太师爷 玉凤小姐 吉人自有天相 一定不会有事的 她一定是因为体质陷弱 受不了旅途的劳顿才昏过去的 这个女人凭血脑毛病我见多了 没什么大不了 李良 你少说了句吧 玉凤小姐的病 恐怕是麻烦了 刚才晚上替玉凤小姐把了一下脉 发现小姐的血脉有不寻常的间断现象 这人体血脉 浑身片部 最终呢 还是与心脏连接 换句话说 小姐的心脏 恐怕是出了问题 心疾 玉凤的心疾不是已经治好了吗 太师早就知道玉凤姑娘有心脏方面的疾病 嗯 不错 早年经过宫中御医的诊断 发现她的心房有缺口 不过经过多年的调养 已经痊愈了 至少这两年没见她发作过 这就对了 小姐一直按时服用药物 只能说是稳定病情 并没有彻底根除 心脏的疾病 要想彻底根除的话 是不容易的 所以患者若是稍受外来刺激 就会救急复发 太师啊 眼睛虽然是个明不见经传的 县衙行明 可是对医术也是有若干的涉猎 虽然算不得首屈一指 起码 起码也是在这个无名指与小拇指之间 当然了 要想治玉凤姑娘的病 那非得是顶尖的名医不可 我口袋里可有一个人选 这个人她会 娘 别闹了 哈哈哈哈 抱歉了 老夫踏进竹山以来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 关于小女的病老夫自会医应 不用劳烦大家了 太师啊 真的呀 她真的是一个神医呀 她会冥想治病 娘 太师长途旅程 需要多休息 那么下官不打扰 先行告退 齿 哎呦 改天我给您接手认识啊 在哪里 似乎 拿下 宽哥 你别走 你别走啊 宽哥 宽哥 小姐 你醒了 宽哥 小翠 我怎么了 这是哪里啊 这里是我们竹山的老家啊 小姐刚进城 就因为体力不支 晕过去了 难道你不记得了吗 宽哥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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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哥 小姐 你要上哪儿去啊 小姐 你身体不好你慢点啊 爹 韵芳 要做什么 爹 我看见郑宽了 是真的 我在城门口亲眼看见 郑公子站在人群里 看着我 郑公子到竹山来了 他在这里等我 你胡说 这怎么可能 一定是认错了 不 我不会认错的 小姐 你和郑公子 也和郑公子 已经分开了十五年了 这十五年来 一直没有见面 你怎么可能 一眼就认出他来呢 我认得的 我当然认得 这十五年来 他一直存在我的心里面 他的容貌 他的身影 我是再熟悉不过了 那人一定是他 一定是他 是他 我认识 我认识 爹 我求求你 让我去找郑公子 哪怕见一次面也好 爹 我求求你 我不准你去 你已经病倒了 需要休息 爹 好了 不要再提了 正快十五年来音讯渺茫 怎么会知道我们回竹山的事呢 又怎么会跑到这儿来等我们呢 一定是你想的太多了 产生了幻觉 爹 可是我 好了好了 小翠啊 你马上扶小姐回房休息 好好照顾 是 除了差错 我唯你试问 爹 谢谢老爷 小姐 回房吧 别为难你病了 走吧 老爷 老爷 什么事啊 小了刚从这里管事的口里得知 我们还在京城的时候 就有人到这儿来送拜帖 求见您了 一定是些攀亲戴故 向借老夫的名声谋个一官半职 不要理他 老爷 拜帖在此 您先过目吧 郑宽 老爷 您没事吧 快说 偷铁的人在哪儿 蠢小子 蠢小子就是蠢小子 出门之前呢 我是千叮咛万嘱咐啊 结果他还是把我的话当个屁 把他给放了 铁生放了什么屁了 哎呀 铁生把我的话当个屁 他自己的大好虔诚啊 他自己的大好虔诚啊 哎 我早就告诉他了 人家太师是皇帝跟前的红人 此次还乡呢 得要给他留个好印象 哎 他就请他带着他的女儿到咱们衙门里来吃顿饭也不为过嘛 哎 哎 娘 我这个七品限令虽然不大 可是也不是靠请吃饭得来的 哎 是是是 你这七品官啊 是靠努力得来的 是靠你在科考市场里面一字一句写出来的 可是 十年寒窗 走正路挤窄门 你考的再好 哈姆朗当不也就是个七品吗 哎 你要是再不学会请客吃饭呢 你这个七品的七字只能往上升 不会往下降 你就会变成 八品九品十品 哎 数人之剑哪 啊 什么什么剑啊 嘿嘿 高剑 铁生的意思是说啊 嗯 您说的话字字珠姬真是高剑高剑 这还差不多 嘿嘿 铁生啊 你也是的 你处理元康太子那件事 皇上十分青睐 只要你稍稍点点头 你早离开竹山县令这个职位了 七字至少减去三 当上四品大员了 就是嘛 你别在那瞎起哄了 我在竹山当县令 我服务百姓亲近人群 我乐在其中好得很 做大官不是我的职质啊 呵呵呵呵呵呵 你说的跟真的似的 做大官就不能服务百姓亲近人群啊 哎 你做个县令 你只能服务一万多个群众啊 你要是做大官你就能服务几十万几百万个人群啊 你 你这道理还要你娘教你 娘 我 对呀 心仪说的对呀 你想想 请太师吃饭 也不见得就是为了升官啊 对不对 你只要当是这个敬老尊贤 这就行了吗 有见识 早知道这样 我当初就应该栽培你 心仪啊 说半天 吃饭的时间都过了 咱们什么时候吃饭呢 一天不请客呀 别想开饭 完了 我也被珠连了 想什么呢 我是在想 看玉凤姑娘刚进城的时候 好像受了什么刺激啊 对呀 他一下一个郑公子 一下又一个宽哥 然后就晕过去了 郑公子 宽哥 没错 是郑宽 凝香 你 你们正忙着迎接太师的时候 郑宽也出现在城门口那附近 而且 他是专程去看玉凤姑娘的 为什么啊 郑宽跟玉凤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如果我判断的没错的话 他们应该是一对相爱 却不能结合的有情人 好 小姐 白河姑娘来了 快请她进来 白小姐请进 白河 宽舍 宽舍 你知道吗 我见到宽哥了 他在主山等我 他在等我呢 真的 这两年我一直在突然帮你找他 可是一直都没有消息 没想到 你真的如愿以偿见到他了 太好了 真是可喜可贺啊 可是 不知道为什么 他一见了我的面 掉头就走 不管我怎么喊他叫他 都没有用 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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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他已经成亲了 所以才不方便见我 可是 他为什么投帖子给我爹呢 白河 你知道吗 我爹 现在正带着管家到处去找他 我真的很担心他 老爷 咱们到了 我爹 阿东 请所有的患者都离开 我这里有事情要处理 是 各位对不起啊 今天的病就看到这儿 明天咱们再接着看 请吧 你们也退下 是 你 就为了 正寓医 太师爷 别来无恙 正管 你这次到竹山来 不会是凑巧啊 老太师 老太师心之动静 当初 我没有被你打死 你应该知道 我迟早会再出现 这么说你是来报复我的 我只是想 履行当年对玉凤的承诺 与他 共结联礼 正宽 你为什么阴魂不灿 为什么对玉凤纠缠不休 若非老太爷的固执 我早就和玉凤 结为夫妻了 也就无所谓什么纠缠了 换句话说 今天这一切 都是你造成的 正管 一枚五两 总共是二十两 希望你拿了这些 放过玉凤 走得越远越好 如果你还嫌不够 我可以差人再给你送来 总之 只要你肯消失 付出多少代价 我都愿意 一枚二十两 总共四十两 这是我孝敬老太师的 如果嫌不够 我还可以差人再送过去 只要我和玉凤能够长相厮守 付出多少代价 我都愿意 龙爷 我想让你知道 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正宽了 当年因为你的羞辱 你的秘识 成为我奋发向上的动力 而今 我已经脱胎换果了 相信我够资格做你的女婿了吧 你如果是来跟我谈婚事呢 我可以 把你当成准岳父一般 以礼相待 如果你是来把威风的 想赶我离开竹山 很抱歉 你没这个资格 阿东 送客 请吧 战师爷 我今天 把她给我的玉佩摔碎了 她走了 她走了 玉佩也碎了 我的心也碎了 凤姐 别难过了 你知道吗 正宽 跟我有一块同样的玉佩 这两个玉佩 原来就是一对的 她在当时 曾经向我许悦说 等到两块玉佩 再聚在一起的时候 她就会抬着花架来娶我 可是 可是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辈子 我跟她 可能是没有缘分了 老爷 您回来了 气死我了 正宽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狗东西 气死我了 白河 向太师请安 太师请息怒 白河 白河 好久都没有到京城来看玉佩了 白河得知凤姐出事了 就急忙赶来 既然来了 就多陪陪玉佩 她人呢 身子虚睡了 太师为何如此震怒 还不都是正宽惹的吗 这个小子十几年来 一直对玉佩不死心 她是个什么货色 老夫会不知道吗 她是什么样的人 坏事做绝的坏被子 我把玉佩交给她 不就等于把玉佩往火坑里推吗 她做了什么坏事 凤姐她知道吗 不提她了 那都是多年的往事了 玉佩她怎么会知道呢 白河啊 你和玉凤 关系虽然不深 但是她听你的 这件事 你好好劝劝她 是 太师 董太师 好一个狡猾的老狐狸 喜鹊啊 我来吧 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 助人为快乐之本 没问题的 没事没事 小心点 是 是你啊 你没事吧 还好啦 总比上一次被人踢下楼的时候 被你接个满怀好 这次又被你接着了 谢谢你啊 好大人 您别客气 这个啊 帮人得量力而为 刚刚幸好菜没撒一地 不然咱们可有的钱吧 帮人可贵在心意啊 你在背后讲我坏话 太不够意思了吧 真不好意思被你听见了 小丫头 别介意咯 唐那儿 您要吃什么 给我碗羊春面吧 好 喧太爷 什么变摊啊 你不觉得不太体面吗 更何况还是什么羊春面 怎么了 总比饿肚子好吧 怎么 衙门里头不开火的 朝廷没法公堂 真是一言难尽啊 对了喜鹊 你爹最近还好吗 好什么啊 最近又没凶案发生 又没有尸体可以演 无聊 哪有人像你这样行无聊的 你巴望天天有凶案发生 那我不就惨了 开玩笑的啦 别来了 对了 正方的案子你查了没 我查了 我决定不起诉 那怎么行啊 就算他不是装神弄鬼 光是他抄收诊疗经这一点 就可以怪他到八十岁 没这道理啊 何况经过我明察暗访 私下观察 我发现那个郑宽 也不是个唯利仕途的人 我亲眼见到他帮穷人看病 还给了药 不但分文未取 还贴钱给人家过日子呢 去 你干脆说他是劫富济贫的大慈善家好了 就这么一点点骗小孩的伎俩 就把你给蒙过去了 说你是行笨蛋也没错 他干嘛这样突然看我啊 靠过来一点 天哪 大体短重之下 他该不会说 说他觉得我好美 说他喜欢上我了吧 我该怎么办呢 我才十六岁 我该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啊 你有眼神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了 大白天打瞌睡啊 想睡觉回家去睡啊 我高兴待在这儿 饭法吗 这 饭法倒是没饭 不过你 你这样盯着我 我怎么吃面呢 你口口声声说大宋律法 律法也有规定 百姓不可以看着县太爷吃面吗 行 说不过你 我说喜趣啊 你老跟着我干嘛 没事干哪 我 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你既然这么爱跟 那你就跟好了 我速度要是快起来 我怕你跟不上哦 可以啊 你要不要试试 有鱼在天上飞 什么 有鱼在飞 哪里啊 航艇生你别跑 航艇生 你这航艇生 你越不让我跟我偏根 我看你往哪儿跑 好 你呀 我不在你就出事了吧 还不快看看杭大人怎么样 杭大人对不起对不起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记住小爹爹的话 千万别靠近那栋房子 总之呢 那个地方不能去 那是个不祥之地 你听小爹爹的话没错的 为什么 你就不要问为什么了 听爹的话 杭大人 你等我走了 你呀 你呢 你地上 你来呀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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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是个不祥之地 你现在过来 你呢 你呢 你你呢 你 爹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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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爹 娘 娘 爹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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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ings 那是谁 怎么会这么像 姑娘 不要 你怎么了 不要 姑娘 我不要 不要 姑娘 你怎么了 我不要 我不要 姑娘 你怎么了 姑娘 不要 姑娘 姑娘 天哪 真的有个梦中人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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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我们见过面 别打了 是真的 你先到我房里 然后引我出去 我去你房里找你 是啊 半夜里 我都睡了 半夜 我还引你出去 对呀 你忘了 你做梦 好 我伤了你 是你 真的是你 我们真见了你 是啊 在梦里 你也是引我来这里 在梦里 是 喜鹊 喜鹊 不要 喜鹊 你怎么了 喜鹊 喜鹊 你不用操心 你去操心你的朋友吧 喜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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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 之后 既然损了 他的 快 你予演马 我自己也一头雾水 喜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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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香姑娘 喜鹊怎么无缘无故地晕倒了 要不要紧呢 她没事的 你不用急 喜鹊 你没事吧 小弟弟 我怎么会在这儿 这是哪儿 这是杭大人的房间 你刚才晕倒了 你不记得了吗 你 我想起来了 那栋宅子 那栋宅子好奇怪啊 宅子 什么宅子 就是银行巷底那栋废墟啊 自从你来到竹山之后 就不许我接进那栋旧房子 你不记得了吗 你去了那栋房子了 我不是不让你去吗 你这儿孩子怎么不听天的话呢 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啊 那儿藏着什么秘密吗 还有 为什么我一到那儿就浑身不自在 那儿的情景 我觉得既熟悉又陌生 感觉忘了上辈子住在那儿似的 好好好 根本就没有那种事 阿强 那个房子是怎么回事啊 它原来的主人是谁 后来为什么荒废 大人 我真的不知道 你也别问我啊 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禁止洗去去那儿呢 我只是一个单纯的泛夫走卒 人家怎么说 我怎么听 附近人都说啊 那儿非常的不干净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到那儿去招惹什么 那里不干净 怎么说呢 Ukrain living in 强大人 凌湘姑娘 我求你们 你们就别再追问了好吧 你没事吧 没事 凌湘 刚才 你为什么不让我继续问下去呢 你明知道 再无已问不是什么所以然来 何况你已经看到阿翔 提到那栋废墟旧宅子时 京剧的模样 你又何必问脸他呢 只是一栋破房子而已 为什么阿翔提到他 会那么京剧不愿多提 如果这是那栋房子有什么 即使他避而不谈 我们也有办法 经由别的管道来打听出来 你笑什么 我是觉得奇怪 阿翔自己身为一个武作 他连死人都不怕了 竟然会去怕一栋破房子 我的想法跟你有所不同 我认为阿翔担忧喜鹊胜过一切 上一回正宽的事就是个例子 而这一次也不例外 有道理 所以阿翔之所以惧怕那栋废墟 主要是因为喜鹊 对 奇怪了 到底在那个废墟里 发生了什么事呢 大人 大人 请你来 请禀大人 董太师派人收了口信来 请你即刻前往太师府一趟 说有要事相伤 董太师找我 老爷 杭大人来了 参见太师爷 免礼 请坐 谢坐 好 退下吧 是 退下吧 太师爷 不知令千金的病情是否好转了 托福 托福 孕与风的病暂时没有再犯了 好 那就好 那就好 不知太师爷传唤下官所为何事啊 杭大人呢 据老夫所知 城里面有一个自称为德天独一的大夫 叫做郑宽的 没错 是有这号人物 太师爷 不会是想请郑宽 替玉凤姑娘看病吧 胡说 我岂能将玉凤的命 交到一个庸医的手里 非但不准他们见面 相反的 我要你马上把他赶出朱山县 太师爷 很抱歉 关于您的要求 下官恕难从命 为什么 即使是判人流放 也得于法有据 郑宽并无犯罪的市政 下官无权赶他 康建生 你 太师爷一心想要赶走郑宽 不会没有原因吧 莫非郑宽 曾在某方面得罪过太师爷 这你不必多问 既然你不肯出面 那这件事情 就只有老夫亲自来办了 太师爷言下之意 是想要以权势去压他人 是又如何 忠言逆耳 下官奉劝太师爷 最好不要这么做 你这是奉劝 还是警告 你一个区区的县令 竟敢这样对我说话 下官只是旧事论事 老夫离京之前 曾经皇上对你是赞誉有加 今日一见 是指你是一个目中无人 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康建生 你想为个名不见经传的市井郎中 来跟老夫作对 也得有真本事才行 官家 在 宋科 是 请 太师爷心知肚明 那个郑宽 并不是什么市井郎中 他曾是宫里的御医 疫情 那个王御医 除了他的妻女之外 还有其他亲人吗 不知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小弟弟 你记不记得我小的时候你骗我说我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我怎么能不记得那时候我一说这事你一听就急 然后就哭 还好几天都不跟我说话 你那天跟杭大人说你是在树林里捡到我的哪个树林子啊 我亲天亲娘为什么不要我了 小弟弟 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这都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究竟是在哪个树林 我也想不起来了 喜鹊 你今天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来了 是不是不喜欢爹爹了 不是 喜欢 特别喜欢 可是这是两码事啊 我只是想知道自己的身世嘛 等你再大一点 爹就全告诉你 好吧 那要等到多大 你说清楚 爹 你想想看 我们斜对门的小玉跟我一样大 人家都已经是个孩子的娘了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呀 好吧 这算是真的我爹我娘不要我了 那你最起码应该让我知道我信什么吧 我不想说了 你也别问 小弟弟 我三天不跟你说话啊 这个叫喜鹊的一定是跟王家有关系 实在是太香了 我要 不是了 我们还崩晨 崩子 是日子好的 那是太香了 那是皇上之后 我买动了 太香了 闭了 我也是在你的水 只要却有这种空气 我还 爹摆了 我太滴了 我的一天 我将买得比较高了 我刚刚不起这种体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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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